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参除垃圾的统一收集和处理工作 有什么问题呢 稍后来探讨 另外 社会车辆频频占用了BRT的专用道 影响BRT车辆的正常运营 更有一些路段限高设施被损坏 大货车误入小车岛 我是呢将开展医保反欺诈专项整治 具体包括哪些方面 稍后来关注 帮他人代办银行卡 本来以为就工作轻松 来钱又快 结果代办一张就被抓 男子的行为呢已经构成 妨害信用卡管理罪 好 让我们走进今天的新闻节目 最近呢有一位热心的观众 向我们栏目发了一小段 自己拍的视频 什么内容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这样一段视频 这呢是一辆私民环卫的清洁车 载着满满的干水 但是有一个细节大家要注意 就是在这个车的尾部 干水滴滴答答地滴在这个下水道的周围 整个下水道脏臭不堪 我们的记者呢 找到了这个视频的拍摄地点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情况 根据视频拍摄者提供的线索 上午九点半 记者来到了民族路乌塘沙茶面店的门口 此时店里生意还不错 商家正忙着招呼顾客 店门前看起来还是比较干净的 十几分钟后 一辆编号下岗116的清洁车停在了店门口 记者比对后发现 这就是视频里的那辆清洁车 但今天清洁工人下车后 却直接撬开了路边的下水道井盖 随后走进了店里 拿出了几个黑色塑料袋 准备就绪后 这名清洁工人开始用铲子 清理下水道里的垃圾 酸臭的干水混杂着腐败的面条和食物残渣 一勺一勺地被掏出来 倒进一旁的塑料袋里 阵阵恶臭扑鼻而来 路过的行人只能眼鼻绕道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十几分钟 清洁工人从这个下水道里 整整清出了四桶干水和垃圾 随后他又找来一根三米左右的长杆 伸进下水道里猛扎了几下 这才将井盖盖上 记者走进后发现 虽然已经清理出了四桶干水和垃圾 但这个下水道仍被油腻的干水堵着 无法正常排水 而邻近的其他下水道内 却没有这样的情况 那么这些干水和垃圾到底来自哪里 记者向店家进行了询问 门口那个下水道经常堵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不清楚 刚刚捞了很多面条出来 是我们店里的吗 是我们店里的面条倒在那里面吗 我们面条没有倒在 没有倒在那个沟里面的 我们有同道了 用在道里 那为什么门口那个地方还会那样子 我不清楚 民族路的这些干水堵在了下水道里 而湖滨北路上的长青幼儿园 干水却堵在了幼儿园内出不去 今天上午 接着来到长青幼儿园时 两桶干水已经被收走了 但这只是暂时的熟通 幼儿园方面介绍 上周二开始 以前固定来幼儿园收干水的人 再也没有出现 一整桶干水就从上周二开始 一直堆积到上周五 一桶不够装了 就又拿来一个新的桶 直到昨天晚上十点多 幼儿园方面才在周围一家酒店门前 拦下了一个收干水的人 让他帮忙处理了这两桶干水 原来之前收干水的人 是同安的一家养猪户 因为生猪退养 不再需要干水喂猪了 所以就不收了 与幼儿园一样 周围的几家餐饮店 也遇到了同样的困境 收干水的人突然消失 让大家都措手不及 只好自己寻求解决办法 他说那个猪 他说不能在这里喂了 他不会了 最近我们用垃圾 用垃圾袋 把那水榨干嘛 就给人家 运到那个垃圾一起嘛 现在我们到那个 前面有个餐厅 他那边有个大桶 我们就晚上下班了 倒在他那个桶里面 除了混入生活垃圾处理之外 附近还有几家小餐饮店 则是将这些干水 交给小区物业处理 不过他们的干水量 都不算很大 但是长期幼儿园 每三天都会产生 大约两吨的干水 混入生活垃圾 明显不太合适 从上周三开始 幼儿园方面 就一直在跟环卫部门联系 之前 四民区环卫处 始终没有明确回复 直到今天上午 四民区环卫处方面表示 由于运力不足 他们没有办法帮幼儿园 解决这些干水的问题 这些干水到底该怎么处理 幼儿园方面再次陷入困境 其实从2015年的下半年开始 我是就已经展开了 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和无害化的处理工作 各区也在不断地 推进这项工作的进行 然而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 这些餐厨垃圾 似乎还是没人管 像刚才新闻里下岗街道 下水道的堵塞 还有幼儿园面对的困境 都是餐厨垃圾导致的 那么餐厨垃圾的统一收集 和处理工作 目前究竟是个什么状况呢 上午 记者将在民族路上发现的问题 反映给环卫部门 对方表示 这种现象并不少见 尤其在一些小吃店 餐饮店聚集的场所 下水道经常会被当成 商家的干水池 给他们的清理工作 增添了很多麻烦 圆街店面有很多店家都是 都是直接干水 直接倒在疫情口里面 这是很正常 然后现在好像都没有什么制度 可以约束他们 我们平时管也不好管吧 对对对 因为我们也没支款钱啊 虽然清洁工人常常好言相劝 但多数店家都充耳不闻 再加上本身作为 圆街店面来说 还没有统一的干水回收渠道 这样就不利于引导商家 正确处理干水和厨余垃圾 现在好像对这种 私人的这种店面 好像都没有什么 那种商门收集什么 没有的 目前是没有 大的商场有 大型的有 大型的我们现在有 有那个干水什么都有收 都有收集 但是像这种小型的 基本上都没有 都没办法 对对 就是等于我们自己管理 本身难度就挺大的 对对 这边是餐厨垃圾的管理 遇到了问题 可面对长期幼儿园的 主动联络 私民区环卫处 却又无法上门收集 餐厨垃圾 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随后 记者致电私民区 环卫处 对方表示 虽然从2015年开始 我市就试点进行了 餐厨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 和无害化处理 但到目前 他们只采购了 第一期的 餐厨垃圾收运车 数量大概十几辆 面对整个私民区的 餐厨垃圾 这些车辆根本不够用 运力不足 就成为了 餐厨垃圾收运的 一大问题 根据2015年7月 市政园林局 牵头制定的 相关工作方案 私民区首期的 收运目标 为每天60吨 目前 他们的垃圾收运车 仅能满足 这60吨任务 如果要再增加 就无法承受 私民区 环卫处方面表示 今年 他们会继续 采购收运车 继续增加 餐厨垃圾的 收运处理量 本台记者报道 今天上午6点半左右 在滨海西大道 BRT菜电站 进岛的方向 因为社会车辆事故 占了BRT的专用道 导致BRT快二线 快五线 一度被堵 无法通行 虽然事故 很快就处理完毕了 不过我们 也有了一个疑问 就是社会车辆 怎么会跑到 BRT的专用道路上去了呢 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上午记者来到 BRT菜电站时 事故已经处理完毕 BRT快二线 快五线 已经恢复了正常运营 BRT菜电站的安保人员说 事故是发生在 BRT菜电站 与BRT美风站的 中间路段 由于在这段路上 BRT专用道 与普通车道 仅一线之隔 并没有其他隔离措施 社会车辆经常会 驶入BRT专用道 早上是不是有车 在这个口这边转了 有啊 有个车堵了 有个车它会开过来 它看到我们这个道路 可能有点影响 随后记者 沿着滨海西大道 发现沿路的BRT专用道 只有在个别路段 设有硬隔离 多数的时候 只靠路面上的 一条实线隔开 虽然每隔一段距离 就设有BRT专用道 车辆禁止驶入的警示牌 不过还是有不少 社会车辆开进了 BRT专用道 有的是站道超车 有的是直接 在专用道上行驶 直到快驶入BRT站点时 才便到驶出 有的车甚至 直接从站点前通行 不少站点附近设置的 塑料立柱 都已经被碾压变形 BRT站点的工作人员说 社会车辆占用 BRT专用道的现象 在滨海西大道 是非常普遍的 尤其是在交通高峰期 由于这段路 靠内侧只有两个车道 并且相对封闭 一旦发生交通事故 极有可能会影响BRT的运营 我看地上是有标签 旁边也有行李牌子 写BRT车道专用道 但是有的人 开车没注意看 没注意看就 误闯进来 没有公交车 在BRT运行的话 是没关系 如果有的话 相对会造成交通不塞吗 除了BRT专用道 被占用的问题之外 由于限高设施缺失 大型车辆误入小车道的现象 在这里也时有发生 在BRT攀徒站附近 就有不少误入小型车道的 大货车 由于前方还有限高杆 大货车过不去 司机只能在道路上倒车 看着都让人心惊 附近的居民说 原来这个路口 设有一个限高杆 大货车走外侧车道 小车和BRT则走内侧车道 大约两个月前 这里的限高杆被撞断了 之后就一直没有修复 撞掉了 车转转掉了 那个高高的车给它坏掉了 坏了 蛮修理的 当然有限高杆 限高杆连里边有车道了 到现在没装上 本台记者报道 记者今天从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 我是将从今天起 开展为期两个月的 医保反欺诈 专项整治工作 欺诈骗保套取 非医保物品 任由患者随意点药 超量开药 将自己的社保卡 借给他人使用 等等违规使用社保卡的行为 都在严查之列 这次专项整治 将重点整治定点医药机构 在医保服务过程中的 违法违规行为 以及其他违反协议管理的行为 包括以虚假医疗等方式 骗取医保基金 存押参保人社保卡进行结算 将非医保基金支付的项目 使用个人账户或统筹基金结算 任由患者随意点药 或重复超量开药 将非医保基金支付的费用 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等行为 另外 参保人将本人社保卡转租转借他人使用 协助他人骗取医保基金非法获利 将本人社保卡存押于定点医药机构 用于套取非医保物品的违法违规行为 也是这次整治的重点 是社会保险管理中心将采取 日常巡查 重点击合 随机抽查的方式 进行整治排查 同时欢迎市民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举报 对违规的参保人员将冻结其社保卡 指定就医地点 限制刷卡次数 违规情节严重触犯法律的 将移送司法机关进一步追究刑事责任 记者还从市人社局了解到 即日起 全市还将开展 用人单位就业登记和失业登记工作 专项检查 对于没有及时为员工办理 用功登记手续的用人单位 将予以相应的处罚 本台记者报道 昨天上午地中海邮轮抒情号 载着1500多名游客 停靠在东渡国际邮轮中心 这是国内首条 环中国海循环旅游航线 通过这条航线 厦门与国内和其他国家的邮轮港口 将获得更多的交流与合作 上午10点多 地中海邮轮抒情号上的游客 都已经下船前往我市的景区 邮轮运营方介绍 上个月24号 这艘邮轮从天津港起航 惊停舟山和香港后 今天停靠厦门 1500名游客将用一天时间 游览厦门风光 同时还将有100多名游客 从厦门登船前往下一站 日本纳坝 与传统的邮轮旅游 游客最终要回到登船城市不同 这条环中国海循环航线的游客 可以从香港 舟山 厦门 日本大坝等港口 自由选择确定行程70点 厦门 这是我们必须要选择的 在厦门 在东南 这么一个经济非常发达的地区 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旅游景点地区的话 如果把邮轮那个产品 和当地的旅游资源结合起来的话 会受到更加公共的观点 更多的人的欢迎 这一次地中海邮轮来厦门港 我想也是一种模式 因为我们这次做到了国内国外港的 创港油 也就是说国内国外同时走 这么做的模式 目的也是要达到港口之间 能够从合作程度增进了解 为了将来的运营做得更好 记者了解到 去年厦门国际邮轮母港 共接待国际邮轮79艘次 邮轮旅客达到了20.09万人次 创历史新高 今年我是还将加快邮轮母港的建设 预计2020年 邮轮母港三个博位建设完成后 厦门港将可以停靠22.5万吨 世界最大的豪华邮轮 记者雄伟 吴国豪报道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今天大家明显会感觉有点冷 最近这半个月我是天气 白天好像比较暖和 最高温度甚至达到了23度 但是到了夜间和清晨 天气又忽然地转凉 昨天经浙节气之后 我是就要开始进入雨季了 市民朋友出门的时候 不要忘了带雨伞 相信早上出门时 大家都感受到了一股寒意 虽然没有降雨 但是天空看上去 却是一片阴霾 还伴随着阵阵大风吹来 受到一股冷空气的影响 从昨天夜里开始 我是气温就开始慢慢地下降 今天白天最高气温 不到17度 气象部门介绍说 由于目前冷空气势力不是很强 而暖湿气流又开始活跃 所以当冷暖空气 在华南上空交汇 除了降温 接下来我是还将迎来短暂性阵雨 这一周的话 总体来说就是阴雨天气会比较多一点 以阴天的天气为主 偶尔会有一些小阵雨 那前期就是今天到周三的话 气温会相对偏低一些 除了低温 我是今天还迎来了短暂的大风天气 根据气象部门发布的数据 今天市区风力3到4级 短是阵风6级 沿海地区有6到8级的东北大风 未来两天 我是最低气温将降至10度 最高气温也不过15度 主要是这个春天嘛 这个天气变化还是比较快的 而且温度也是变化幅度也比较大 特别这一段时间 这三天的话 天气还是有点寒冷的 所以呢 就提醒广大观众朋友 可能还是要注意防寒保暖 不过这样的天气并不会持续太久 从本月9号白天开始 我是气温会逐步回升 特别是周末 最高气温可能回升到20度以上 经浙过后万物复苏 是春暖花开的季节 最近梅花 桃花 樱花都陆续绽放 周末的好天气 市民可以放心去赏花 记者玉伯飞 王汉阳报道 下一节还将看到 隔夜9驾驶车辆 两名驾驶员被处罚 近期是我们考评人员 在搜访中发现 菜尖尾山公园旁边的 上山路沿途存在比较明显的 试管问题 送信报 我们来关注一下 披临马青路的菜尖尾山公园 开阔错落 可以说为街景增色不少 但从公园西侧的山道上去 沿途就能发现不少问题 山道东侧很长一段沿途 可见墨兰地台风中倒幅的 大量树木至今没有扶正 西侧坡地上可见 大量装饰用的轮胎堆积如山 并有不少绿化垃圾堆积 山顶处的空地上更如垃圾堆厂一般垃圾遍布 这一景象与周边环境显得格格不入 考评人员希望问题能够引起海仓区方面的重视 及时强化山路沿线的日常管理 记者刘文华报道 喝了一些酒本以为睡一觉 酒精就会散去 没想到第二天早上仍然被查出了酒驾 结果被罚一千块钱继十二分 驾驶证被暂扣半年 昨天两名隔夜酒驾驶员被交警带了个征兆 昨天上午九点多 这辆宝马轿车从神海高速下门出口 准备下高速时被民警拦下 打开车窗民警闻到驾驶员身上 有一股酒味 可驾驶员却说自己并没有喝酒 只是前一天晚上喝了一两杯洋酒而已 前天晚上喝了那个原酒 所以喝到晚上九点多就睡觉了 然后第二天他到这边被我们查到 完了以后他一直不配合哪阵 这名驾驶员最终酒测结果为 每百毫升二十二毫克 超过了二十毫克的标准 属酒后驾驶 而驾驶员谭某也是因为隔夜酒驾驶车辆 他的酒测结果为每百毫升六十毫克 同样属于酒后驾驶 这两名驾驶员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面临罚款一千元即十二分 驾驶证暂扣半年的处罚 酒后睡了一个晚上 为什么还会被查出酒驾呢 民警介绍 酒精在人体内代谢的速度 主要取决于个体差异 以及酒精摄入量 一般情况下 饮酒后随着时间推移 酒精在人体内会被逐渐吸收分解 血液酒精含量会逐渐地降低 前一天晚上喝酒的话 一定要保证充足的睡眠 第二天如果仍然觉得头晕 千万别开车 民警建议酒后二十四小时内 最好不要开车 在昨天的统一行动中 厦门高速交警支队共查获各类违法行为 三百四十八起 其中酒后驾驶两起 车辆未年减两起 违法停车三起 而未按规定是用安全带的 达到了一百四十五起 记者咸云 通学员郑锦阳报道 一名男子从网上找了一个兼职工作 帮他人代办银行卡 本以为这工作轻松来钱快 可是男子才办了一张卡就被抓了 近日私民法院公开审理了这起案件 二十七岁的被告人卢某来自龙岩 2015年底 卢某在QQ群里看到一则招聘兼职的信息 号称一天的兼职酬劳高达三四百元 于是卢某联系上了信息发布者 对方称兼职的工作很简单 由他提供别人的身份证 卢某拿着身份证去银行办卡就行了 每办好一张卡 卢某就能收入八十块钱 卢某觉得这个钱很好赚 就欣然答应 没过两天 两人相约碰面 对方拿出了一碟身份证 让卢某挑选了一张照片 与他本人比较相向的身份证 去办理储蓄卡 办完卡之后 卢某真的收到了八十元的酬劳 可是三天后 对方打来电话 称储蓄卡不能使用 让卢某去银行将卡激活 就在卢某到银行取号排队后不久 便被赶来的民警抓获了 法院认为 被告人卢某使用虚假身份证明 骗领信用卡 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 妨害信用卡管理罪 考虑到卢某是出犯 而且犯罪情节较轻 最终法院判决不予以刑事处罚 最近私民法院受理的多起 带人办理银行卡的案件 法官也提醒市民 不管是否以牟利为目的 只要冒用他人身份证明 办理银行卡 即使只有一张 也是构成犯罪的 记者于伯菲段志伟 推记者杨长平报道 好 我们关注一下 空气质量情况 监测结果显示 今天我是环境空气污染物指标中 除了PM10 PM2.5的浓度是量级 其余都是在优积的标准 到晚上的7点 我是空气质量指数是63 空气质量为量 所要的污染物是PM10 国家能源局的网站近日公布 2017年风电投资监测 预警结果显示 内蒙古等六个气风 较为严重的省或自治区 为风电开发建设 红色预警的区 将不得核准建设 新的风电项目 这里面有个词叫气风 什么是气风呢 今天的绿色小常识 我们来了解一下 气风是指在风电发展初期 风机处于正常情况下 由于当地电网接纳能力不足 风电厂建设工期不匹配 和风电不稳定等自身特点 导致的部分风电厂 风机暂停的现象 而在水电光伏发电领域 也存在类似的现象 近年来 我国清洁能源发展步伐加快 水电装机持续增加 风电光伏新增装机量 双双位列世界第一 与此同时 水电风电光伏发电等 清洁能源发电 面临的病网消纳问题 也日益严重 我国风资源集中 规模大 远离负荷中心 资源地市场规模小 难以就地消纳 此外 跨区输电能力不足 也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 根据国家能源局 近期发布的 2017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 今年将着力解决 气风 气光 汽水等 电力生产的突出问题 促进电源建设 与消纳送出相协调 提高清洁低碳能源 发展质量和效益 优化风电建设开发布局 新增规模重心 主要向中东部和南方地区倾斜 严格控制气风限电 严重地区新增并网项目 根据2017年度 风电行业预警信息 对气风率超过20%的省份 暂停安排 新建风电规模 下面再来了解一下 明天下面的环境 空气质量情况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 大气污染扩散条件一般 预计明天 我是空气质量为凉 主要污染物是PM2.5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 特区新闻广场的全部内容 感谢你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